大家好我是Roy 律师楼接触的案件就很多 但客人未必每一个都会找律师求助的经验 千奇百怪的问题经常性都会发生 当中有很多问题都是对律师楼有匪夷所思的误解 想知问题有几匪夷所思 就要继续留意我们的频道 这位客人就是说 我们刚刚收到告票了是不是明天就会上庭见官 答案就是这个说法完全不正确 就以刑事为例 假如你被告盗舍当日起计 一般三至四星期才会第一次提堂 这个就是刑事的见官时间 至于民事相对就比较复杂 因为案件程序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案情阶段 原告会准备申索书 被告会就申索书进行抗辩书 只是这个阶段都要三至四个月才完成 交代了双方的故事 当然要有证据证供去支持你讲的故事 原告被告双方会同时间互相交换证据证供 这个阶段亦需时五至六个月 当第一第二阶段完成 法庭才会进行排期打官司 以现在法庭的时间妙估计 但是平均每单排期至少一年才见到官 深水清的你应该算到 一单民事案件三个阶段 做完要见官的话 至少都要两年时间 不如讲讲另一单 单案就追75万 是不是可以分开十张单 分开十次 就找小黑钱债去告 虽然数字上去算是没错的 小黑钱债的诉讼上限是7万5千元 分开十次去告 加上都是追紧75万 看来就很精明 可以不用入本区立法院 省下诉讼成本 但是答案是不可能的 如果好像刚才那样说 会有两种情况出现 第一种 就是法庭会就着同类型的案件 进行一次诉讼的原则下 留意到相同的原告 相同的被告 案件性质又差不多 法庭会将多单案件进行合并 即是案件最终会在区域法院 进行审讯 其实合并案件都并不是最差的情况 最多都只是浪费时间 最惨就是第二种情况出现 如果你懒醒 打算避开合并案件 告完一单75万 成功拿到性数 才入品下一单75万的话 当进行第二单的诉讼的时候 对家就有权以重复案件为理由 向法庭申请撤销追讨余项的款项 也就是 最终只追到75000 其余颗就不能再追讨 追回 这些就得不常失 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留言 赞 分享 和订阅 你有匪夷所思的法律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给我们 多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isse